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an 歡迎來到劉佳歡迎跟青田弄歐頻道 這個週末12月24、25號聖誕節的這兩天 我們回到台中的微笑多肉參加 微笑多肉所辦的聖誕節的市集 那這個影片就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 這一場為微笑市集所帶的多肉 那影片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說真的影片傳遞的速度很快 就是我這樣隨便拍嘛 然後其實很多很多人在收看 不過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 其實我的本業主要還是在顧就是我後面的這一間青田弄 其實之前應該講過很多次 因為最近還是有蠻多朋友就是可能特地來奮祈湖 那他們會以為我們留下花園可能是 一個很大的溫室啊有很多很多的植物 說真的多肉植物對我們來講可能它只是算副業吧 因為它算季節性嘛 我們就可能在秋冬的時候才會有比較多的量產 但是因為在做這些多肉植物它只有我跟我媽 兩個人 那劉媽媽現在年紀比較大 現在就做的比較少 所以像我們的產量應該會 很少很少 就比起一般的 賣多肉的人來講的話會比較少 所以 蠻多人來 然後會 問說老闆你們的溫室在哪啊 或者你們的展壽的地方在哪啊 然後可能 帶他們去頂了 他們就覺得 就這些喔 有時候 大家特地來我們很感謝 但是 看到大家 可能有點失望 其實我們也會覺得有點 失望 所以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多肉植物來講的話 其實 不能夠算是我們的本業 我們不是整天都在弄這些多肉植物 主要還是會花很多時間在顧這一間店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分球找我們 可能喝咖啡 然後喝我們的茶 然後來看多肉 但是 真的不要把我們想像中 我們是很專業的多肉植物的 農場 會種很多植物這樣子 這個還是跟憲哥大家講一下 不然 有時候看大家來失望 我們也是蠻失望的 但我們還是盡量把這邊佈置很漂亮 植物的話 我們當然能多盡量多 但是 說真的兩個人 真的沒有辦法做出太多的植物 所以 這個就請大家再理解一下 好 那我就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一場 微笑市集所帶的多肉囉 那這邊的話 首先看到這邊有一顆 這顆是 博朗峰 然後上一場有一個客人跟我說 其實博朗峰的話 應該就是萬寶了 確實就是 我是到上一場客人跟我說的時候才知道 這邊有兩顆七福神 七福神這一次大概有帶十幾顆左右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我自己教種 這個是月影杜宜去教種 夢露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其實還有蠻明顯的像夢露的形狀 然後 有一些出來會有暗紋 然後這邊有小紅美 小紅美這一次帶了不少 大概 可能帶了十顆左右吧 這邊有一顆七福神迷尼瑪 然後這個一樣 是我自己去教種的 這個一樣是月影杜宜去教種夢露的 像這一顆的話就有接近夢露的顏色 但是它的夜行會比較 比較月影杜宜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它這邊有比較多暗紋 這邊有一顆很紅的 這個是小烏賊 再來這邊 一樣 有小紅美 然後這邊有幾顆 這一顆 這一顆 跟這個 這個都是黑玫瑰 這個都是我自己夜夫出來的 這邊有一顆 瑪迪巴 這個也是我自己夜夫出來的 然後像這兩顆是赤狐精靈 這個一樣都是我自己夜夫出來的 形態都還蠻不錯 然後像這個的話也是我自己夜夫出來 這個也是寒肉這個是愛的抉擇 那這邊的話有一顆這個是 拉威去教種迷你蓮的 再來看到這邊 這邊這一顆是歐派特 這顆形態還不錯 然後這一次出去會有一些些像這樣可能是雙拼的 像這個是紅之魚這個是小紅美 就是當時候種的時候換盆把它一起種進去 然後像這兩顆是如夢令 這個都是自己繁殖的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綜合拼盤 這個是最美人 然後這一個好像是藍雪蓮 然後這個是迷你蓮 像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月光石 就是我自己的版本 然後像這個是毛邊欺負神 像顏色都不錯 這邊有幾顆小紅美 像這個一樣是拼盤 這個就小紅美 然後旁邊這個是戀青 這個是馬庫斯 再來這邊 這邊這一顆的話 一樣是我自己教種出來的 這一樣是夜夜度裡去教種 這個應該是教種欺負神的 但是其實它這個是比較 比較 月夜度裡的形態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 勞倫斯去教種迷你馬的 然後像這邊 紅之魚這一次帶了不少 這一顆是紅之魚 然後這邊有一顆這個是綠燕景 這邊也有兩顆這個是博覽紅 這一顆也是 這一顆的顏色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有一顆顏色非常漂亮的 綠燕 然後旁邊有一個 這個是戀青 這邊一樣有一顆黑玫瑰 再來這邊 這邊就有上次跟MC買的 寒肉 然後這個就是穩定 我把它帶出去買 這一顆的話是望月 它其實這樣子還蠻不錯 它會有一些零線 好像這個就是 可愛玫瑰的教種 那這一顆是 這個是賀拉 賀拉的話就是 晚霞教種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自己繁止的 王菲雷神白種斑 黃種斑 這個應該是薄葉的 然後像這個的話也是 上次跟MC買的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黑色安息日 這顆還不錯 它的暗穩出來了 那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 這個是之前在雅蘭那邊買的 這顆其實有點貴 然後它是拉位去叫種勞倫斯的 型態還蠻不錯的 再來這邊一樣 蠻多都是上次跟MC買的 像這個是小人之計 這幾顆的型態都還蠻棒的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一顆是紫冰 它這個就是白粉系列 我相信這個大家一定會喜歡 然後像這顆的話是 紅夢露 但是目前看起來還沒有紅 這顆也是紅夢露 那再來這個也是MC的 這一顆應該是望月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貝拉井 這一顆型態也不錯 再來看到這邊 這邊有兩顆 這兩顆是權杖墜花 權杖墜花還蠻有顧的 好像好繁殖 但是它還原的話就沒什麼太多的特色 那這邊有一顆可麗玫瑰 現在型態還不錯 然後這一顆 之前非常非常的紅 這顆是宋哥 其實我宋哥 葉夫起來 只有各位數吧 這個是其中的一顆 那這一顆是早期的肉 這個是紅字額 形態蠻不錯 然後很容易顯色 那這個也是之前買的寒肉 這個應該是荊棘玫瑰 然後像這個的話是月顏杜烈2 它是比較偏向白粉的狀態 再來的話這邊 首先先看到這個 這個是冰梅紅唇 這個是我自己葉夫出來 葉夫出來是群身 這個型態這樣子還蠻不錯的 像這邊的話 這幾顆是洛神 這邊也有顆七浮神 這個型態還不錯 然後像這個是 黑天鵝 那這個一樣是洛神 然後像這個就是 立立百合 這顆型態還不錯 葉子蠻厚的 這個的話就是膠種的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藍絲龍去膠種玉碟的 然後像這邊有一顆是我朋友膠種的 這個就是月影肚裡去膠種 黑騎士 所以它有月影肚裡的夜型 然後顏色 顏色的話就是黑騎士的 像這個的話是娜娜小公 然後 這一顆應該是黑黃空 然後像這個的話 這個應該是珠砂漬 這邊有兩顆 這兩顆是 一樣是拉威雪蓮去叫走 迷你蓮的 很好繁殖 然後夜型也不錯 但是它個體比較小一點 這一次的話就會帶一些 這種小盆子出去 這個的話我把它叫2.5吋 其實還是有蠻多商家把它叫3吋 這邊的話有大概15顆的七浮繩 目前像這些形態看起來都還蠻不錯的 但是說真的七浮繩真的還是不好哭 所以大家回去 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最近的氣候真的不好哭 然後像這邊這一顆我就蠻喜歡的 這是天使之類 這邊這一顆就是馬蒂巴 這個都自己夜浮出來的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當時我買的時候叫席棍打 就是比較算原始的七浮繩 這裡有一顆西棍打 然後這顆應該是黑牡丹 開始有點黑了 這顆應該是寒肉 忘記叫什麼 像這個是巧克力慕斯 這個都自己夜浮出來的 這邊的話也是 比較多都是自己繁殖起來的 像這邊有一顆這個是春萌醉花 這個就是會香的 像這個應該是紀大的作品 這個應該叫星辰玫瑰 像這種 小紅美的話都還蠻漂亮的 這邊有一顆天使之類也是很漂亮 好像這個就是天使之類拼盤 這個就是小紅美 然後這個是天使之類 再來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顆還不錯的 這個戀仙 然後 這一顆其實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我確定是寒肉 但是名字我真的忘了 好像這顆的話是 一樣是寒肉 這個叫沙漠玫瑰 然後這邊有一顆形態有點歪的 這個是夢露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氣浮神 這裡有一顆這個是自己種出來 種出來醉花的 這一顆好像是 成江的醉花 像這顆的話 這是恩西諾 再來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顆氣浮神雨滴 形態不錯 他那裡有開始很明顯的出來了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是氣浮神的膠狀 應該算玉鳳的膠狀 這個叫慕斯 然後這一顆的小紅美 蠻漂亮的 這邊有一顆這個應該是吉娃娃 然後這裡幾顆戀心 這次有帶少數少量的大肉 這個應該是低打率的食神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高砂子喔 這邊有一顆非常顯色的 看到這邊 這邊這一顆是寒肉 這個是婚戒 還蠻漂亮的 然後像這個的話應該是肚裡膠腫吧 然後像這個就是沙羅基牡丹的膠腫 再來的話這邊 這一顆就是萬花筒 萬花筒其實是我很早期在 含肉買的那種 說真的 要找他一些資料可能也難找 然後像這一顆是靖岳 那這一顆的話是叫什麼 這個是 冰美去膠腫 旭賀的 然後這邊有一顆粉紅肩 粉紅提示 粉紅提示 然後這一顆的話是 楊貴妃 再來看到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顆 一定很多人想要 這一顆是芭蕾舞者 但是這一顆我不會賣太便宜 其實知道的人都知道我 當時我買的價格真的很貴很貴 但是我沒有賣到那個價格 因為價格其實已經跌下來 但是 還是有一定的價格 因為這一顆型態不錯 然後 都穩定的 所以這一顆 沒賣掉也沒關係 因為 我真的不多 我自己蠻喜歡的 像這個的話是拿鐵玫瑰 這個是很早期 買到的肉 這個應該是蘭鳥去叫裝凱特的 像這個的話是暗兵 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蘭精靈 然後這個是洛神 裝在一起的 這邊有一顆 王菲雷神百中斑 像這個一樣是西昆達 再來這邊這一顆的話是 蘭絲龍去叫裝黑美的 這個應該是唐喬大哥的作品 這邊一顆天使之類 是蠻漂亮的 再來這邊的話 首先看到這一顆大顆的 這一顆當時我買的時候 叫韓國七福神 我自己在猜應該是 玉鳳去叫裝的 還算蠻好顧的 但是 因為他很少長策 所以很少可以繁殖出來 像這邊有個 煉心的老張 再來的話 這一顆是 之前買的 這個是 這應該九尾湖 三美去叫裝法師的 還蠻特別的 這邊有一顆 樹梢盆的 大顆的 氣不生雨滴 像這個的話是 馬卡龍雨滴 大家可以發現他的夜行 還是有一點點的 不一樣 再來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顆 長得很像洛西馬 玉碟的 但是這一顆我買的時候 叫龍秀 也是蠻漂亮的 都蠻顯色 這一顆應該是 5吋的 樹梢盆 然後這邊有一顆 5吋的樹梢盆 這個是 Airmagic的肉 這個是 白色巴巴拉 像這種 煉心中的樹梢盆 也是蠻不錯的 這邊有一顆 羅艾拉的醉花 顏色很漂亮 然後這一顆 特別講一下 這一顆是冰雪女王 但是 我的冰雪女王 有幾顆都會香 然後這一顆就是確定會香的 所以我在 花板上面有寫 再來這邊 這邊這幾顆都是 洪之玉 然後像這個是小紅梅 其實這一次我洪之玉會帶不少出去 然後像這邊的話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像這一顆是山水化 這個法式很漂亮 然後這邊有一顆 這個是養老福神 之前跟季大買的 養老的話 通常 可能通俗名會叫老樂 然後跟七附神交種的 這個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繁殖起來 因為主要是它也不怎麼長側呀 所以我就只有大概一兩顆而已吧 那這邊有一顆 洛西馬去交種 銀天女的 比較偏銀天女的 夜型 然後顏色 比較是洛西馬的 蠻漂亮的 這邊有一顆 這個應該是沙沙女王 然後戀星 這一顆蠻讚的 然後這一次還會帶 這種 真的是 戀星的老長跟洪之玉的老長 這一期的話都是 在這裡面種很久 然後 因為它是老長嘛 所以它的顏色會特別特別的漂亮 這一期我跟牛巴媽討論 應該不會賣太貴 這個應該大家會喜歡 不過像這種的話 就會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個的話當然就是必須要換盆 因為像這種根系都老化了 然後再來如果說你不想換盆 想要一直維持這個顏色的話 你可以拿回去然後先補一些顆粒肥 補一些肥然後讓它可以養分比較足夠 因為現在是生長期 可能會需要 比較多養分 這些顏色都很極致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其實這一場微笑自己背了也是不少顆 總共有500多顆 然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為微笑 他們的場地稍微比較小一點會比較擁擠 所以大家如果來的話就盡量不要去 影響到其他的攤商 因為 每一間每一間的攤商位置都不大 所以應該會蠻擠的 然後一樣就是如果說大家方便的話 帶著自己的 籃子帶著自己的箱子 這樣會比較方便我們包裝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